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28日,这是第四场读报点评节目,来看看最新消息,一个是台湾东部海域出现两艘俄罗斯军舰,这可是大事,俄罗斯军舰出来要走一走,这是从发广刚刚看到的消息,这里讲到是台湾国防部披露的,周二在起东部海域发现两艘俄罗斯军舰。 并派出自己的飞机和船只进行监视,路透社报道的,台湾国防部周二晚些时候在一份声明当中讲,这两艘护卫舰在台湾东部海域向北航行,然后离开我们的反应区,向东南苏澳港方向失去,苏澳港是台湾的一个主要的海军基地,所在地。 台湾国防部补充讲,军方派出了飞机和船只进行监视,启动了暗机导弹系统,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你看现在俄罗斯出现了很多事情,尤其是瓦战兵变世界,但是俄罗斯军方现在冷然,应该讲还是比较活跃的,不论是军舰还是飞机。 那么俄罗斯国际文传电信社周二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一支舰铁分队已经进入了飞行滨海的南部地区,执行其作为远程海上通道一部分的任务。 发广的这篇文章说,在俄罗斯入群乌克兰之后,台湾和美国一起蒙古,一起对俄罗斯实施了广泛的制裁。这是一个动向。 我们再来看另一条消息,发广披露说,瓦格纳的首领普里格金原计划是抓捕两名俄军最高领导人。 瓦格纳头子普里格金,据我看,毕竟是一个大厨,是一个开餐厅的,他没有那么高的理想和抱负。 所以搞到今天这个程度,搞假声了,不但给自己带来的很大的麻烦,而且也没真正获得普京的赦免。 因为今天看到万维网还有篇文章,讲到俄特总部队夜袭瓦格纳营地,抓了四名高级军官,求护算账来了。 而且据台湾电视台报道,还抓捕那些沿路欢迎他的民众,也开始抓了。可见普京翻脸了。 那么这边文章讲,西方情报部门称,瓦格纳首领普里格金原计划原先打算抓捕两名俄军最高领导人邵逸武和格拉西莫夫。 但这个阴谋被俄罗斯内情情报部门提前知道了,导致他即兴制定了一个替代的计划。 其实这种事情以前我讲过,他要做的话就做到底啊,仔细想好了。像目前这种其实对他来讲是最最尴尬的啊。 搞不好将来的结局非常惨啊,别该让他去了这个白俄罗斯。 那他就如何卢卡钦克给他搞点动作,他死的纷纷喵喵的事啊。 这边文章讲,据华尔街日报6月28号引述西方官员的报道,作为上周末兵变的一部分,瓦格纳雇佣首领叫普里格金计划抓捕俄罗斯的军事领导层,在该国情报机构知道这个阴谋后,加快了计划。 所以普里格金原先打算是把他最恨的这个邵逸谷还有这个总参谋长啊,这两个人,呃,格纳西西莫夫,呃,把他们两人抓了,计划对,呃,计划对于,呃,计划对于乌克兰接了的南部进行访问的时候,原来策划他们到南部访问,把他一下抓住,那要就漂亮了,对吧。 那既然干就干的这个彻底一点,他这个挺可惜的哈,抓捕这两个人,但是西方官员说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计划执行前两天,发现了这个计划,发现这个蛛丝马迹了。 他说,阴谋的过早启动,是可能解释器在36小时后被最终失败的因素之一。 当时普里格金取消了对莫斯科的武装游行,该游行最初没有什么抵抗。 据我观察看呢,他恐怕不是这个事,还是就是他在圣别的宝,他的餐厅,他的这个住宅,在那个地方处的事,就是他的太太家人这样抓了。 因为他家人超有钱啊,现金据说14亿美元等等,他在乎是这个东西。 我估计把这个东西抓了以后,可能再加上路卡金哥这三寸不烂自舍,凭着和他20多年交情,反复地劝他。 最后他回心转意了,恐怕不会是刚才讲这个理由。 现在都是外界的各种传说吧。 俄罗斯国防警卫队指挥官叫佐洛托夫将军也说,当局在普里格金发起行动之前就知道他意图。 但你知道也没有用,因为他这个进军工程当中,以下空着好几个城市是事物破竹,而且没有遇到抵抗。 那至少说明是军队当中这些人看热闹了,也真正没有想抵抗他,本人认为。 所以这正是现在看通过这事可以看出普京的危险性和困境,而且老百姓也支持他。 周二,佐洛托夫对国家媒体讲关于将在22号到25号开始的叛乱。 工作的具体信息从普里格金的阵营泄露出来。 现在泄露都不可靠了。 因为人都已经给他软禁起来了,然后你再瞎别马后跑,那肯定有些信息不利他。 说不定是普京这些敌气散布的,混淆似听带风向,搅滚水的。 据名熟悉情况的人士称,西方秦伯部也通过分析截获的电子通信资料和卫星图像很早就发现普京的前面有布里格金的计划。 西方官员讲,他们认为最初的阴谋有可能成功,在阴谋被泄露后失败了,迫使布里格金进行制定一个替代的方案。 他原先打算是这两个军头到前线视察的时候,原来是这个计划。 书记此时的人士讲,尽管克里姆林共知道这一幕,但莫斯克未能阻止瓦格纳军队一路向莫斯克进军。 因此这一情报还是让人们对普京的权力范围产生的疑问。 他不是权力范围,他的权力根基产生疑问。 他根本无法控制军队,几乎没有抵抗。 对吧?而且老百姓没有反对他的。 你就知道普京现在多么脆弱。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昨天中国驻欧盟的代表,傅聪马上改口了。 我估计习近平脑袋嗡一声,一看完蛋了。 对吧?但是今天我在,刚才我在上面,后面的时候看过一篇文章,讲什么? 讲到福建有个商会的会长透露的。 他那个挺好的消息。 但好像是美国正义法的。 后来我找了半天,为什么找不到这个新闻? 挺奇怪,我一下子也没了。 这篇文章讲,等会再看一看。 这篇文章讲,情报显示普里格金的阴谋是基于他相信部分俄罗斯武装部队加入叛乱,并反对他的指挥官。 根据西方情报部的调查结果,准备工作包括在西纪前几天囤积大量的弹药、燃料、设备,包括坦克、装甲车复杂的移动防空系统。 就是西方获得情报这些动向是对的。 可能他知道美国中情局知道这个消息了,但是细节恐怕比较难。 普里格金得知泄密消息以后,被迫在周五,提前采取行动。 就是他这个起义是提前起义的。 成功占领了俄罗斯南部的城市罗斯托布。 这是入群乌克兰的一个关键的指挥点。 据西方清博文讲,瓦格纳的部队清一而去的占领了这所拥有100万人口,拥有大型军用机场的城市。 这表明一些正规军指挥官可能参与这些阅谋。 肯定他手下所有人都参与了,一起行动。 苏罗维金介绍他说,西方官员讲,他们相信普里格金已经向高级军官转达了他意图。 可能包括俄罗斯航空航天部队指挥官叫苏罗维金将军。 目前还无法确定苏罗维金是否将这个信息传给了联邦安全局,或者该机构如何发现普里格金的计划。 苏罗维金指挥是第一个在周五谴责这一支阴谋的高级指挥官,并敦促普里格金让其手下停止行动。 苏罗维金指挥的部队对瓦格纳进行了空袭。 这是俄罗斯正规部队对叛乱分子进行的唯一词的攻击。 他空袭完领给他击落了吧,对不对? 说是克里姆利诺的发言人佩茨科夫在周三新闻会上驳斥了纽约时报。 早些时候发表有关苏罗维金的报道,称其为猜测和八卦。 他现在不承认。 当地记者和旁观人网上发布的视频显示, 瓦格纳的车辆绕过巴士路障,在周六清晨涌入了罗斯托夫。 普洛格纳在进入俄罗斯南部军区总部时出现在镜头当中。 他斥责俄罗斯国防部的副部长叶夫·扩罗夫, 在俄罗斯军事情报局副局长阿列克希夫中将。 他斥责这两个人。 你看这么多的将领,没看也是有这么大的动作。 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拿下指挥手以后, 弗洛格纳兵分好几路,分兵,命令几千人吃笨的莫斯科。 而他在罗斯托的一个地堡里指挥怕乱, 希望正规性能加入他企图推翻军事领导人的行列。 根据西方情报部门的分析,如果路卡琴可没有调停, 这阴谋很可能会以莫斯科的武装对峙而告终。 如果他没有的话,完全可能普京就跑了。 因为普京已经找,对派外交部长已经找习近平了, 找青钢,怎么样,咱不行了,跑吧,到哪里来,先来吧。 你看习近平傻的巴基,讲个人比一起只有这条路, 那就热闹了。 这个的确是有点戏剧性的。 不过这样也好。 为什么呢,你这个核武器核弹落在处司手里, 他不知道该怎么管理,够麻烦。 因为普京不管怎么样, 现在这个账打得如此被动,到现在卫斯坦, 在核弹问题上这么讲,到目前看还是守住底线。 毕竟是20多年的官场老油子了,他不一样。 所以老拜登心里不是太有底, 当然老拜登就不太赞成这个, 看美国的态度, 美国对瓦格纳的头子,并不认同他。 对吧? 你看这个文章讲的很有意思。 他说,西方部门称, 卢卡深刻建议在他的国家接待瓦特纳, 部分原因是为了加强他自己的安全, 防止俄罗斯可能的侵占。 普京长期来一直寻求, 将白俄罗斯纳入俄罗斯联邦。 这倒不一定了, 他都垮了, 他跑了, 他还能对他有什么制约。 我觉得他还是处于交情, 这三个人的关系。 因为他和他20多年的关系, 他一直好心劝他。 他说, 瓦格纳部队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 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的阻挡, 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正规部队加入他。 就是恰这一点暴露了普京的虚弱。 就像习近平先生打起仗, 你看吧, 他原因不如普京在部队当中掌控能力。 等会咱们再看看邓一文怎么说。 这篇文章讲, 前国防部官员尼哈伊尔说, 瓦格纳怕乱, 引发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大规模清洗。 这是他现在过后开始清洗的。 因为普京就这样的人, 他肯定翻脸, 就开始准备下手整他们。 一个是他们的重武器交出来, 然后清武器再交, 然后给他们拆散, 因为他人太多了。 有个人说, 你愿意加入加入, 签个大合同,签呗。 有个人说, 你愿意回家回家, 你往路上走吧, 只要你武器交了, 在路上走就给你灭了。 只要你武器交了, 你加入人这个正规军, 这样收拾你也是分分秒秒的, 很简单的事, 马上肯定就翻脸了。 前国防部官员米哈伊尔, 他讲的清洗开始了。 他们现在经营了一个关于俄罗斯军队, 和其入群乌克兰的伯克。 伯克没有用了, 此文楚克写道, 镇压叛乱式的悠有寡断, 被作为清洗指挥官和官员的理由。 是周六来, 人们一直没有看到苏罗危机。 俄罗斯高级将领, 给我们感觉特别无能。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他们都在助手, 在叮嘱前线, 还要开外敌入取的问题。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以前普里格金和普京关系是超好。 他一步一去, 他就给他个生意, 他是给他端盘子的。 你看你前提报的, 在讲挺有意思的。 我不许多讲了。 我们来看另一篇文章, 俄特总部队夜袭瓦克纳营地, 抓了四名高级官员, 开始翻脸了。 这篇文章也讲到24小时暴动这个事件。 说瓦克纳问题最终以快速和平解决, 是外界没想到的事实。 而且按照约定, 瓦克纳公司总裁普里格尼在6月25号上午, 飞抵明斯克, 军用机场。 随后他不发了一个音频给他自己背后吗? 于是很多人都在看了, 到底接下来发生什么? 他说首先是俄罗斯方面突然改变态度了, 原来是允许跟普洛维京的瓦克纳部队携带重武器, 进入白鲁斯境地的新营地。 原先答应的重武器也不收缴。 现在改了, 现在下令收缴瓦克纳部队的重武器, 不准他们携带出界。 相关新闻分析指出, 只携带轻武器的瓦克纳部队, 才不会对白鲁斯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他去了以后, 人家白鲁斯就开始展开了。 罗拉秦克肯定和当初谈判不一样了。 同时也可以缓解周边北约、邻国的紧张情绪, 波罗兰、波罗的海等等紧张情绪。 确实因为欧洲那些国家太小了, 都连在一块。 就像咱们中国的一个城市一样。 很多城市、省市一样。 借着瓦克纳暴兵和普里格金流放的内斗事件, 实当示弱,为乌克兰冲突、停火制造、营造气氛。 瓦克纳部队是攻克巴赫姆克主力群。 他们的被解散意味着战线将停止不前。 现在困在这个地方,对吧? 处理内政的问题。 这是一个第二大突变, 莫罗斯突然出动了SSO特总部队, 业席了瓦克纳驻叙利亚营地。 因为他们在叙利亚还有生意。 它是一个生意军事的组织。 就是营利为目的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一次普丁下令, 抓捕出叙利亚的瓦克纳部队的重要人员。 6月28号,沙特阿勒伯电视台记者报道, 驻叙利亚的俄罗斯的SS特总部队。 晚上,27号晚上,对叙利亚的几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大马士格等, 私营军事公司的营利和联络处, 突然抓捕。 驻叙利亚在行动当中抓捕了四名高级官员。 先抓头,然后再追究行事责任等等。 他说,瓦克纳军事部队在叙利亚作战的作用很突出。 他们的任务包括什么呢? 保护叙利亚政治人物和军事要员安全, 训练、指导叙利亚武装部队作战, 而且还很多时候直接参与叙利亚政府中的反恐作战行动。 另外呢,在叙利亚的瓦克纳部队还扮演着俄军影子部队的角色, 非常重要,以前人们都害怕,很有战斗力。 比如在优法拉底和河谷以及戴尔、诸尔、尤田与美军进行直接对抗。 正因为如此,很难想象俄罗斯军方以什么理由抓捕四名军官。 他随便抓捕理由就行了。 只要他想抓,他翻脸了,他比他强,他就抓了。 这个东西就看谁的拳头大。 那么人们最关心的就是如果中国发生这个事, 中国人民的情况会不会乱。 有一个重要的评论员,以前他发表了很多观点。 他今天写了一篇文章,邓宇文。 发表了一篇登在美国资讯上。 他前面这部分没有什么新意, 我以前都其他媒体都已经报道了。 我看看,我们看看他讲这个小标题, 还是非常有特点的。 但是我不赞他的观点,我只是介绍你们,听一听。 中国解放军会否武装怕乱? 瓦格纳兵变引发的中国关系的此种微妙变化, 是外界应关注的一个方面。 但是呢,习是否如许多人认为那样, 这个兵变,以此次兵变的重大警讯, 是让他认识到台湾问题要慎重行事, 不可用武力攻打台湾。 他说,我认为这个期待可能落空, 会接受瓦格纳兵变的教训, 但不太可能改变北京武统台湾的方阵。 如果最后和合同证明行不通的话, 因为这次兵变是俄罗斯私人武装发动的怕乱, 不是俄罗斯国防军的怕乱。 从世界上看,正规军因某种原因而发生怕乱的现在不多, 基本在非洲和拉美一些小国, 大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就中国而言,他由于解放军实行是党领导体制, 党对军队的控制非常严密,尤其习近平。 虽然军众反腐会引发一些降临的不满和恐惧, 然而呢,军民主席的绝对领导体制, 让他对军队的控制力大大加强。 这不是普京军队的控制可比的, 也不是他前任江泽民、胡锦涛可比的。 我认为我同意他的观点,恰恰相反, 他在部队是最没有统治力的, 不信你们咱们往下看, 否则就不会出现这一两天发生的事。 第一个是王小红,现在出了开会, 然后替个副部长, 他随意不相信了, 然后你看今天, 我今天早上已经讲了,不许重复了。 他说,此外, 解放军也没有武装趴乱的传统, 这是非常重要。 没有传统也可以破先例, 完全可能。 中共军队起源于毛箭制的红军, 在红军早期的革命割据年代, 由于被蒋介石围剿和红军错误的指挥造成的损失, 却是发生一些红军滑变的时候, 那时候中共的力量还很弱, 条件也艰苦, 必须凭借坚强的意思才能打出一片天地。 但后来随着中共力量强大的抗战和国内战争年代, 中国军队这种叛乱的现象没有再出现。 说全国建政以后, 中共成为执政党, 解放军成为国军, 可以性质上依然是党军。 军队滑变的事想出现都没有, 因为除了朝鲜战争打打停, 近了三年多, 此后再没有长时间大规则战争, 始终基本上是和平年代, 因为和美国联手了。 你只要和美国联手, 一般来讲很难出现大和英国的战争。 因为这个世界就占两极, 现在不一样和美国彻底翻脸了, 而且人家军力已经从阿富汗把脚拔出以后, 直奔亚太地区了。 压断加门口的, 你看在日本, 这个航母, 在这个做市場, 在南韩, 人家和潜艇, 为何美国际游战争, 你想就是看一个关口, 潜意毙灵成下这个态势, 你就知道了, 当打起仗了以后, 就会有滑电了, 一定会有滑电, 现在世界还没成熟, 因为你这个很难, 你很难灵性地滑电, 没有政治, 众大这个世界动荡的时候滑电, 它就会比较难, 和平时也很难 我个人也不知道对不对 他说文革期间曾出现临帝国的武装暗杀和军事政宴计划 然而严格来讲算不上武装暗杀 文革当中讲的传临帝国 我这个也是不准确的 到底有没有什么武器工程 这个搞不好都是根本没有 就是林彪要有了林彪不用跑了 林彪要搞他人直接政变 给毛泽东抓钱 是吧还是没有什么 就是后来就是 埋台林彪的时候出了很多故事 什么林彪国去搞小舰队 这都是一面之词 人也死了是吧 死了以后人都是人死入灯灭 很多事都变成国家紧密 也讲不清楚了 尤其中共这种统治 哪有真相透露出来 没有一个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写了一本像样的传记像是美国这样 所以你无法考察一些事 而且现在即使活的一些人 也不敢讲真相了 就是想讲有些人记忆衰退了 你让他讲再过几年 你叫文家宝 可能刚退那时候 你让他写本书还行 再过几年 你问他是文家宝吗 是吧我姓文吗 自己都找不到底是吧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记忆还是时间久了以后 记忆消失了有些东西 再加上尸体有病等等 所以有些事情无法谈 这里讲说军队反戈的机会 在八九年朦胧出现了 对于这时确实有重大事变的时候 就六四出现 那不是姓徐立将军吗 对吧 当邓小平命令三十八军 就军长执行 图成学生的任务 军长抗命不寸 那将军打台湾就是 如果你大戒战争 不论南海台海 肯定会有高级将军啊 就是说调砖枪口 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有些人是过去 徐才乌的铁哥们 有的是郭伯兄的 有张扬房伙的 都藏得很深 假装忠诚 因为他装不了 他不装的话自己很危险 到那一看实际成熟了 哥们今天非给你算总账 把他一抓 其实一个牌就把他抓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他将来非常危险 因为他得罪人太多了 你想想看 你去他上来以后 谁想他这样 在军队当中树敌太多 连刘亚州他都得罪了 到现在还没抓 还不知道抓没抓 都已经整得沸沸扬扬的 对不对 任何人都能看出 他这十年 他的低能愚蠢和狂妄 国家搞到今天这个程度 他为什么现在这么害怕 对王强都不相信 因为很简单 那些人心想 现在中国走到今天这个程度 要好 最后把你抓起来就完事了 比和美国抗衡和日本抗衡 和任何人抗衡都来得容易 是吧 只要是有个机会 怕给你控制 老老实实 就是他的本事 你看那个病毒都处理不了 一个新冠来临 他都处理不了 怕能面对 这个瞬息万变的战事 你说对不对 我是一点不看好他这个性格 但为什么这么多人维护他 这是因为他提搁这些嫡系 大概有那么十来个人 哪是老铁 因为这些人都是陈子们烂谷 他也不管有没有能力都忽拉下 全提搁上来 全是药纸都上来了 这上了这些人 只有把他给整成皇帝 这些人才地位才不变 是不是 这些人就拼了 所以给人制造一个虚假的局势 好像他是坚不可摧 统治很稳固 其实不是 要稳固他就不这么坏了 你就看这一两天 就完了那这个事件 一出现以后 你就看 如果你看我的读报底灯节目 每天看第一场你就知道 他吓上啥样 你有一条讲错了 你看他现在吓在什么地步 是不是 六征俩政委 就是看着司令员 把鸡头护发七响 把他抓了 是吧 的确是抓的很容易 为什么 人心想 你看你干这十多年 人都恨你 只不过是没找到机会 人直接就整理一下 完就完事了 对吧 然后人马上说 这十二年 你看就清算的十年 这十年 他搞了内政外交 和美国的关系 等等吧 一系列问题 人给你解决 马上就缓和了国际局势 包括中美关系 马上缓和 一缓和中美关系了 对不对 那就不一样了 他随着看到这一点 他也知道 这事儿坏菜了 这次再想往回首一包走了 你看现在这个 他和这个关系搞的 是不是啊 如此的狼狈 那个中国租欧盟的代表 花都变了嘛 他大了头 我觉得很丢人的 但他就是这样 是不是 他不想放弃全力啊 一直角力到最后啊 那么这篇文章 他这样讲了 他说38军没有起来造反 最后还是服从命 进入北京啊 上述这两件事都有特殊性 与战争不关 且都不是军队滑变怕乱 因此对太阳战士解放军 试图出现武装怕乱 不具参照价值 他认为不会出现怕乱 我认为一定会出现的啊 那当然还要看下部行事发展 一般来讲 一个国家如果有军事政变 或武装怕乱的传统 在下一场战争中 若战事不顺 是有可能在战争中出现 滑变等不测因素 即使没有爆发战争 也会出现有党争导致的军事政变等 这种情况在一些国家常见 但如果没有军队政变或怕乱的传统 在战争中出现军队滑变的情况 相当罕见 他的意思就是以前没有 现在就没有 我认为恰恰是因为这个 肯定要创造的 一个先例了啊 我现在在未来的某一年啊 完全有可能就是 这个军队啊 里面某些将领 政治强人就给他抓起来 或者自己就给他干掉了啊 中国也可能出现戏剧性的场面啊 也完全可能啊 这个故事现在正在演变过程当中啊 他讲呢 他这篇文章讲说是 瓦克纳兵变难以改变 习武统台湾计划 就这一部分 讲到这个台湾问题啊 等到下一场 再跟大家分享 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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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